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指一个人比较容易患有精神疾病 有可能是因为基因的构成 也有可能是因为年幼时期的生活 跟经历创伤带来的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是stress 压力是指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个人因着他的家庭精神疾病的历史 或者是童年经历的创伤 而让他们可能比较容易经受精神疾病的影响 精神疾病就像其他的慢性疾病一样 如绝症 糖尿病 是一种健康的问题 需要医生和周边的家人 朋友 社会支持 恐惧和误解会导致偏见 对精神病患是不公平的 而会产生一种无形的羞耻感 羞耻感产生后的结果 会令其他人对精神疾病的病患产生偏见 也有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感到羞耻和绝望 会阻拦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而延迟寻求专业帮助 有可能会增加精神疾病的影响 会带来更高的风险以及医疗费用 我们要如何减少对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羞耻感呢 第一 我们要自己了解精神疾病 教育家人和朋友正确来看待精神疾病 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成长环境 社会文化和价值观 有没有影响我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 在讨论精神健康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小心选择我们的用词 比如说使用懒惰痴陷这样的词汇 是不尊重的态度 也会让羞耻感更加增加 我们需要看正面的 我们需要用积极的态度来看精神病 因为有很多精神病患 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Johnny Cash 她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美国数学家 她有获得诺贝尔奖 而Catherine Zeta-Jones 是一名女演员 她患有双向情感疾病 她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女演员 也有许多人在患有精神疾病当中 对社会做出很多贡献 我们要记得精神疾病就像是其他疾病一样 我们需要尽快找帮助 尽快诊断和治疗 这些是康复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尽快诊断和治疗